- 科技新聞在手中 週末只需5分鐘 科技新聞在手中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本週末的科技補給站 我是你們補給員佳文 上週末的GamePost活動大家參加了嗎 就是為了這個活動 我們苦苦籌備了好長一段時間 所以今天我們的補給站 終於要回歸啦 耶 那麼本週又有什麼不可錯過的熱門新聞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Go iPhone 13 系列看點大匯總 頂配售價超乎預期 隨著蘋果秋季發布會越來越近 外媒爆料也越演越烈 有爆料稱 蘋果秋季新品發布會 將會在9月7號正式官宣 舉辦時間為9月14日 屆時將會帶來iPhone 13 系列手機 iPad mini等新品 開啟預售時間為9月17日 首批發貨時間為9月24日 而AirPods 3 將會在9月30號發售 受疫情影響 全球晶片都出現了短缺現象 同時台積電等晶片代工廠也宣布 出廠價格上調 因此iPhone 13 系列機型的售價 也成為了大家極為關注的部分 目前已經有外媒對iPhone 13 系列的售價 進行了爆料 詳情請看這邊 此前iPhone 13的硬體參數 已經有多方的爆料 例如硬體上將會搭載A15處理器 並且機屏內建X65 信號方面將會有進一步的提升 系統方面將會內建iOS15 並且縮短螢幕瀏海的位置 同時在充電速度方面進行升級 有可能會提升到25瓦 還有續航方面 目前容量提升較為顯著 平均都有200mAh的增加 尤其是Pro Max的版本 更是突破了4000 來到了4352mAh 除了以上所說的簡單升級之外 iPhone 13 Pro還配備了 三星提供的120Hz LTPO OLED 不僅有最高120Hz的更新率 還有最低可達1Hz的 動態更新率適應功能 據悉iPhone 13 Pro依舊會配備 1200瓦像素鏡頭 只不過鏡頭模組體積更大 鏡片直徑更大 這就代表著鏡組的配置會更高 很有可能使用了更大尺寸的CMOS 此前彭博社報導 蘋果或將現有的人像模式 引入到影片當中 並且在照片編輯功能中 引入新的濾鏡系統 還計劃將ProRes影片 加入到iPhone當中 為用戶提供更高品質的影片錄製格式 以及更豐富的後期編輯控制能力 但據說只適用於高端的iPhone 13 Pro 以及iPhone 13 Pro Max機型 此外 在機身配色上也會有所改變 iPhone 13系列在保持傳統的 黑、白兩種配色之外 還會新增兩款命名為 玫瑰金以及日落金的配色 各位國粉們準備好迎接iPhone 13了嗎? 腦洞大開 大疆無人機技術用來做吹風機 全球最大的消費級無人機製造商 大疆的前技術人員成立了一家家電公司 將會在下個月在日本、美國以及中國推出一款無神吹風機 這款明明為原理的吹風機售價大概是500美元 目標市場就是Dyson所佔據的高端吹風機市場 原理是一款設計十分現代的無神吹風機 它內置高速電機並具有獨特風道設計 這看起來跟Dyson所採用的電機以及氣流設計類似 除此之外原理還接見了跟無人機電機和空氣控制相關的技術 還有一套關於熱能的吹風機制 可以實現最佳的光和風的配置 採用了暖風和紅外光同時乾法的新方式 跟傳統的1200W左右的線圈加熱方式相比 這款吹風機的功率只有290W 耗電量直接降到傳統吹風機的四分之一 這款吹風機內置電池不需要電線 吹法的時候可以隨意的走動 電池的續航大概是13到27分鐘 支持超級快充 只需要19分鐘就可以充電到90%了 傳統的吹風機通過烘乾的方式 把過多的熱量帶到頭髮以及頭皮上 帶著水分的同時也損害了我們頭髮以及頭皮的健康 而圓裡的光輪傳熱使用了寬光譜空間調製專利技術 不加熱周圍的空氣相比傳統的吹風機沒有廢熱 吹頭髮的時候就不會滿頭大汗 使用的時候頭皮就會感覺更加的清爽 好心動好想要 日本推出CPU自動販賣機 AMD Ryzen 5000桌上型CPU 各位玩家你們都在自動販賣機裡面買過什麼樣的商品呢? 飲料、零食、泡麵、生活用品 種類五花八門的 但沒想到現在居然連CPU都可以在販賣機裡面買到了 AMD Ryzen 桌上型CPU在日本的DIY市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零售商為了它安裝了自動販賣機 可以透過它購買全新的Ryzen 5000 CPU 在網友發布的推文當中 可以看到自動販賣機主要販賣的就是 AMD Ryzen 5 5600X 是目前最受歡迎的SAN3桌上型CPU AMD 在日本成功的故事 可以追收到SAN2 CPU系列的推出 它在試占率方面擊敗了Intel 取代了競爭對手十多年的領先地位 從那以後 AMD從Intel手中奪走了大部分DIY CPU的試占率 並憑藉著它的Ryzen 5000桌上型CPU 佔據了60%以上的試占率 Ryzen 3000 CPU如此的受歡迎 以至於大家都願意為了它 在秋葉原的硬體商店外排起了長隊 如果台灣也有這種自動販賣機的話 你最想要什麼樣的產品呢? NVIDIA下一代Ada Lovelace GPU 建立在台積電5nm製程上 知名爆料人士Copite最近分享了 NVIDIA下一代Ada Lovelace GPU的關鍵細節 在它此前的爆料中 已經確認了Ada Lovelace架構建立在5nm的製程上 但此前推測是三星製程 而最新的消息稱 NVIDIA將代工服務建立在台積電的5nm製程上 此前消息稱台積電的5nm 目前主要服務在蘋果公司以及AMD 因此NVIDIA有意將代工服務過渡到三星上 但如果本次爆料正確的話 NVIDIA將會繼續使用台積電的5nm 對玩家來說三星雖然便宜 但如果買不到的話那也是白搭 而只有官方的立場 這也代表著黃仁勳對於三星能否跟上最新製程 並沒有太多的信心 Copite還表示Ada Lovelace GPU將比預期更早的到貨 儘管他們還沒有首先確認時間表 有傳言稱 Ada Lovelace GPU將會在2022年的第二季以及第四季之間來到 因此如果Copite預期NVIDIA延遲生產 並提前開始限量生產 那麼2022年的第二季 可能就是未來我們要記住的時間表了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熱門新聞啦 如果你有想要了解的科技性話題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要訂閱我們XF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下週同一時間 科技不及帳 我們不見不散 掰掰